這位次長你好 我大概是少數人 每天看青年日報 我今天看一個青年日報 你看團結之盾五國軍演 這麼大在馬來西亞跟南海進行演習 有英國有馬來西亞有新加坡 這個還有澳洲五個國家 那這個演習的地點我剛講不只有馬來西亞 包括南海的一些的點 所以上次我說過 我記得我在那邊質詢過兩次 在太平島我們南海唯一的這個島 這個太平島南沙唯一的島 我們那個訪務應該是要加強的啦 後來我看報紙登了 那也有幾個人表示說 我們在那裡其實要走和平的路線 海巡署現在這樣就夠了 我們這非常奇怪的國家 你知道在李登輝的時代啊 這個非常奇怪的 李登輝這個人是一個很複雜的 我搞不清楚他 人家在南海這十幾二十年來 人家是加強軍備 他是減少軍備 人家是派正規部隊 他派海巡署 人家是向前走 他是向後退 我搞不清楚啊 既然是我們的領土 我們正規的部隊去防守 有什麼錯 尤其我們正規部隊 本來就已經在那裡了 你去把它給撤走 這有點像是日本的思想啊 搞不太清楚啊 真的瘋狂啊 那我現在要請請教一個問題 導致這樣子 你們去年底打算用五場播交的方式 提供海巡署的部隊啊 M41A3戰車 MK1這個型的雙連裝四零快炮 跟腰兩洞的迫擊炮 來取代已經解除戰備那什麼 三寸的這個艦炮 M1單管四零公里機關炮這些 我就不念了 海巡署的回答是什麼 裝備老舊 後續維修經費不堪負荷 我跟你講這個我早就意見到了 你知道你正規部隊在那裡 你們就會換新的裝備 你們正規部隊走了 海巡署接 你現在把老裝備移交給他不要 你買好新裝備給他 你們不甘心 因為他花你們的錢 海巡署叫他自己去編預算 他不幹 結果結果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太平島的 仿務 仿衛作戰能力 一定會越來越弱 不會越來越強 因為 裝備越來越舊 所以我覺得是 有點好笑你知道嗎 我覺得國防部搭放一點好不好 我替你們看了一下 第一個 你現在最大的問題沒有反空武器 我不是要你們那個地方去把什麼大東西拿去那邊部署 把八村炮拿去部署 我不是這樣子的嗎 我請問你至少那個地方作戰你要防 防衛的是有可能敵人有可能激將 也可能直升機就來發射幾枚佛劍或什麼騷擾你 你至少要有嚇阻直升機接近的那個能力 這個什麼戰鬥機我就不要講了 那你現在連反制激將反制這個直升機激將的這樣那個能力都沒有嗎 對不對 你是不是應該這樣 我在這邊建議 你有沒有M42的自軸防炮 還有這個M48A2的重塑的自軸防空飛彈車 而且後載還可以修改發射從這個AIM-9翔衛舍飛彈這個修改 這個改裝的M1M這個拐2的這個短程防空飛彈 那你們為什麼不把這個交給他們呢 我告訴你那天真的發生戰爭 你們還是要派軍隊去 我們還是非派你們正規軍去作戰不可 所以你平常建立一個相當程度的嚇阻力量在那裡 那些潛在敵人搞不好就不敢來挑戰 所以你們就大方一點人家替你們守太平島本來應該你們守的 你就把這些武器移交給他們嘛 另外還有一個 你現在的海鷗的這個飛彈快艇有些要淘汰了 那你為什麼不把海鷗的要淘汰的間衣的飛彈 放一些在那個地方 安置至少移 移一些的飛彈過去 雄風移行的這個飛彈 雄衣的飛彈不是雄二 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有什麼看法沒有 我看我們海軍 我們參謀長約約一次 要不要請他回答 如果你不想回答的話 報委員 現在雄衣飛彈 它的受限是到民國103年 現有的目前的所有的飛彈 我們採取集中減診 來維持它的妥善 支撐目前50艘飛彈快艇 目前最後會太俗的剩下20艘 用來支撐這20艘的兵力 如果說把它移到南沙去 對南沙來講這個投資是 我請教你說102年海歐部隊就要解散是吧 不是103年這個飛彈就到達受限 受限就到了 受限就採取以彈養彈的方式 那你把雄二搬去嗎 你移一些雄二過去嗎 雄二飛彈目前我們 跟中科院在整個生產上 勉強能夠符合我們的戰備區域 就是量不夠是吧 是 現在還在一直在生產 在整個追風計劃都在持續生產中 你封個10幾枚過去也不行嗎 那麼小氣嗎 不是 這裡面最主要是南沙防衛 它是屬於一個國家戰略層次的一個構思 那麼 所以你們沒有辦法決定 是 是國家戰略了 是吧 數量 還有這個品名 好吧 這樣我了解了 我了解 謝謝參部長 我請一下次長 次長我剛剛建議呢 你們現在送給人家的武器 人家說裝備老舊 後續維修金會 不堪負荷 那就營銷一些新的東西給他們 可不可以呢 我剛剛點名的那些武器呢 可不可以那兩樣呢 向委員做報告 對整個國軍我們都是依據海巡署的需求 也是檢討現役的武器裝備 來協助防區整體的戰力提升 目前我們是由我們參謀本部的副總長執行官吳達鵬 吳上將在負責擔任這個小組 不是啦你們要點人家的東西 你們現在認為他們有需求嗎 才把這個什麼戰車這些什麼40快報移交給他嗎 他說裝備老舊嘛 意思說新的他們就接受了嗎 不是這樣子嗎 這我們後續會持續跟海巡署來 你們大方一點啦 就給一些看用的東西 好不好 不要把老舊的東西丟給他們 我剛剛講嘛 到時候爆發戰爭還是非要你們去不可 對不對 人員到達快啊 裝備要到達是慢 你現在何不就把新的裝備給他們呢 不要那麼小氣嘛 都是一家人嘛 不是嗎 我們是現役的裝備 我們後續還會再協調 目前也還沒有做定案 我看那個我們海軍參謀長 好像還想回答一些問題 我就請教你一下好不好 我們熊山的飛彈 有沒有安基 設安基基地的這樣的一個計畫 你熊山放在船上很好了齁 船的問題我待會兒再問 可是你在陸地上如果有安基的 哦 尤其是安基基動的對不對 基動的這個這個路上 基動的這樣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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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一個裝備存在的話 這嚇阻力量更大有沒有目前 目前有 但是在技術上有一些小小的困難 現在正在客服 什麼技術啊 就是這個彈太大 那個車底盤啊 哦 安基有沒有 就不動了 安基有沒有 就熊山 安基目前沒有 就安基有機動 不是啊 你按未來熊山 你有沒有 安基的計畫 或是安基 安上機動的計畫有沒有 目前 整個安基的這個 固定式的飛彈陣地 因為考量它的易損性 所以未來可能都會 盡可能走向機動的方式 對啊 那機動有沒有這個計畫 目前就是技術問題就是了 這個技術問題克服以後 就會有安上機動的 這樣的一個熊山對不對 是 那像基隆幾艦呢 基隆幾艦目前是魚叉嘛 是 有沒有想過放我們更好的熊山呢 我知道要美方同意啊 是不是 報告委員 這個目前不需要美方同意 但是熊山飛彈它的體積和重量 是對載艦 對程載艦來講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負荷 而且對船上的戰力來講 會造成的影響也非常大 我覺得很好玩齁 你們未來 我們前置不是在談嗎 你的熊山的飛彈要放八枚 熊的飛彈要放八枚 要放在什麼船上面 你告訴我 雙體船對不對 是不是 你雙體船幾噸啊 報告委員 這一節啊 這麼小的船 幾百噸的船 你可以放十六枚的飛彈 其中包括八枚的熊山的飛彈 記得見一萬噸 你連再裝一個熊山的飛彈在上面都有困難 真的是這樣嗎 報告委員 我們用中共當初旅大第一型船來看 當時他裝的是SSN2 那個飛彈非常之大 對這一型船來講 在全世界都認為 那個是一個比較落後的設計 另外我跟你講啊 我不相信美方會答應你 美國到目前為止 你舉個例子給我 飛機也好 軍艦也好 他讓我們裝上自己生產的飛彈 你舉個例子 飛機不歸你管啊 你管你講軍艦 有哪一艘軍艦 不是我們自己生產的 是給美國買的 或是租的 允許我們放自己的飛彈上去 原來我們的Garren Class 都是裝我們自己的 蛤 什麼 Garren Class的那個驅逐艦 哪一個哪一艘 五三艦 五三艦 很想揚翅造 那已經太久了 二次大戰也有 不管你了 也是一樣的 我們新的有嗎 我們既揚幾艦有讓我們裝嗎 因為說實在話 魚叉飛彈在很多性能上 是有它的優越性 你們海軍都這樣子 我剛剛已經講過嘛 海軍弦中科院的飛彈 空軍呢 弦這個金國號戰機 我講以前啊 然後呢 所有人 你們還弦中船 照著船 所以我告訴你們啊 這個就是我們不如韓國的原因啊 對自己的東西 你現在還在歌頌 你自己的熊山都出來 你還在歌頌 什麼魚叉飛彈 莫名其妙 我們請 我們請